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我是战书涵 今天新闻一开始要带您掌握的 就是本土疫情的消息 在今天一口气就增加了7例的本土确诊 有6例都是感染源不明 分别是分布在了宜兰以及新北市 关于感染源现在都还在持续的追踪调查 现在已经进入社区感染了 我刚刚一开始讲 这有没有7例 那等于是有两起的 一个社区的感染 一口气创下新高 单日暴增7例本土 甚至高达6人找不到感染源 案件分布在两个县市 其中宜兰罗东的游艺场 最先是案1202 这名30多岁女性 5月9号发冷全身无力 咳嗽发烧 当天就到医院裁检 招出确诊 卫生局10号接获消息 漏夜疫调 狂点37名接触者 揪出竟然还有4人也阳性 案1208 1209 1211 都是她的同事 其中两人没有症状 案1218号旧层有不适 另外在发现一名游艺场的常客 30多岁男性也是确诊 5月9号旧层咳嗽腹泻 等于这起群聚 共5人感染源不明 1202的侦测 我们当然知道她是刚发病 所以CT值是偏低的 那所以这些CT值看起来很低 当然都是被我们 应该是做到很早期的阶段 就被我们抓到了 社区感染也烧到新北 案1203 本国籍60多岁男性 医似是民间团体的成员 5月7号出现疲倦咳嗽等症状 9号就医医院机灵裁检 发现确诊 匡列了115名接触者 疫调还在持续追 另外华航机师家人 又再增加一人 案1201 他是案1187华航机师的同住家人 虽然没有症状 但因为1187确诊进行裁检 而境外移入也同样增加 11号当天有三例搭乘5月8号 搬机从印度返台 这个搬机已经累积了5人确诊 另外还有一例是印度籍女子 5月9号来台 不过入境时都已进入集中检疫所 对社区威胁相对小 直至11号创下本土新增 多于境外 华航事件还没完 一连又爆出两起社区感染 疫情紧张气氛再度升起 Tuber新闻 这一回是宜兰的游艺厂爆出了群聚 四名的员工一名常客确诊 那是否代表台湾已经出现了隐形传播链呢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坦言 真的很难说 也表示说隐形的代言者 多多少少是有一些 宜兰这间银河百家乐游艺厂爆出群聚感染 游艺厂的四名员工一名常客都确诊 感染源不明 台湾是不是早已存在隐形传播链 这个也很难说了 不过有没有隐形的一个代言者 那我相信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而其实这起宜兰游艺厂群聚案1202 案1211 加上新北市六十多岁男性案1203 三个确诊病例 都是被警觉心相当高的医师揪出来 有询问接触时 可以获得通报奖金 其中宜兰还是同一位医师通报 只是出现感染源不明的确诊者情况似乎越来越多 从之前华航积师案和诺福特饭店风暴 十一号又再新增一起确诊案1201 是案1187积师的接触者 华航案相关确诊已经累计三十六人 但至今还找不到最早的感染源头 指挥中心不排除是多重境外感染源进到饭店 因应疫情升温 指挥中心就宣布了 即日起到6月8号以前 户外超过500人以上的大型活动要停办 另外室内超过100人以上的活动也必须暂停 疫情指挥官陈时中拿出手板 宣布提升疫情警戒标准 因为出现了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 我们就宣布我们这个疫情 集会的指引就升到第二级 时间14的日子到6月8号四周 强调现在已经进入社区感染阶段 6月8号以前 室外500人以上 室内超过100人的集会活动要暂停举办 至于人数没超过规定 正常举办的活动则必须确保社交距离 跟全程佩戴口罩 落实实联制总量管制等 否则就要暂缓办理 营业场所要启动人流管制作业 如果无法落实也必须暂停营业 必要时将强制关闭休闲娱乐 相关的营业场所及公共场域 台北市政府接着宣布停办大型活动 包括了近期小巨蛋演唱会 跟北流的大型展演也通通喊咖 电影院每间影厅要控制在百人以下 还得安排梅花座 容易人潮群聚的夜市百货公司 民众除了要戴口罩 业者也要有安全流量管控 饮食区必须设置隔板 最近要结婚的新人们 会场也要控制宾客人数 要符合一百人以下 那如果不行的话 就要有这些相关的一个隔板距离 都要拉出来 那也要有相关的防疫的计划 那才可以做 那个不是说整家餐厅 如果你整家餐厅有分隔几个区域 那是以一个区域来算 因为这是一个距离的问题 因应防疫升级 交通部也宣布 即日起搭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 禁止饮食 5月15号起双铁停卖战票 观光游乐景点必须要实施总量管制 也规定室外五百人以下 室内上线则是一百人 国内出现感染源不明本土病例 只为中心提升疫情警戒到第二级 规范逐一列出来 提供给大家出入公共场所配合防疫 希望守住这一波社区感染 别再继续扩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群聚感染的宜兰 游异厂所在的大楼 是赶紧进行了全面消毒 同一栋的业者也必须要健康检测 以及员工造册 也因为现场距离 罗东夜市非常的近 所以夜市周边也是进行了大消毒 大批的清洁人员在宜兰罗东中正北路上 这栋大楼盆洒消毒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造成宜兰群聚本土感染的案1202 他上班大楼就在这个地方 他工作的场合是在二楼的这个游艺所 那也因为游艺所的空间比较密闭 通风也比较差一些 所以他传染了给四个人 目前这整栋大楼的旅馆都已经完成经销作业 但一样可以入住 只是旅店会提醒你 我们这里有本土个案的确诊者足迹 早上客人玩到一半还被请了出去 目前游艺场暂停营业 全数员工居家隔离并裁检 而这栋大楼也已经请同栋的业者 进行员工造册跟健康检测 罗东夜市的店家们也直摇头 就怕这波感染让生意做不成影响生计 夜市周围下午也进行大范围消毒 我们的夜市的管理委员会 跟所有的乡亲好朋友的一个业者 都跟他们达成协议 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等一下会做全面的消毒以外 希望说所有的业者都能够戴好口罩 目前整个罗东都非常警戒 针对疫情升温 县府也祭出七大规定 防堵疫情再扩大 而这波群聚感染会不会影响到 7月的同万节 县长强调防疫优先 该停的就会停 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不过爆发本土群聚后 已经有不少民宿业者接到退订电话 TVBN新闻综合报道 新增的个案1203 足迹是遍布了新北 包含了新庄的餐厅 卢州的按摩店 在6号的时候 他还跑去参加了民间社团所举办的餐会 洗开四桌30多人 他在现场不只是敬酒 还上台高歌了一曲 这是新北民间社团 5月6号卢州聚餐画面 其中一人却爆确诊 也就是目前感染源不明的案1203 60多岁男性 当天就是在卢州这家餐厅用餐 本来订了6桌 不过最后用餐的只有4桌 每一桌都隔了一点距离 当天大约30多人 两名服务生 业者说确诊者大约7点半到场 待了半个小时左右就离开 不过确实有逐桌敬酒 业者赶紧消毒 而这社团活动 网例不少地方政治人物会跑团 但近期刚好 这个民间社团交接频繁 这名确诊者也多次参与会议 那群组内社团提醒会员 有人确诊注意防疫 不过这名确诊者同一天 还有到过者 确诊的暗1203足迹也包含 卢州这家按摩店 目前业者已经血液 由于附近是商圈 人来人往 新北市府出动消毒 附近民众自然是新驾驾 证明确诊者另外还有到 新庄金华平餐厅 业者暂时歇夜一个晚上 不明感染源确诊者足迹遍布新北 也让防疫再度受到考验 TVB的新闻师协员许某杰里 作恒新北市采访报道 染疫的华航机师妻子案1184 遭到议员爆料了 他曾经到内湖知名的夜市商圈买晚餐 却没有公布足迹 难道是刻意在隐瞒吗 下午时间摊商忙着备料准备营业 这里是内湖的美食街商圈 许多知名小吃都在这 然而却有议员爆料 有确诊者来过这里 台北市卫生局做了很多疫调的点 也给环保局去消毒了 可是到了卫福部 为什么只公布这两个地方 有没有去过我们常去的夜市 有没有去过这个菜市场 游书惠说的正是案1184 染疫的荒及时妻子 不只去过银行跟超市 还到这里买过晚餐两次 这个没有听说过 真的没有看过 有来到这边吗 摊商不知情 不过住附近的人倒是肯定 环保局的人有来过 确诊者的华航骑士妻子 曾经在这一带买过晚餐 就有居民看到 在前一天的时候 卫生局人员全服武装 来到这一带全面消毒 然而要担心的 恐怕不止一般民众 因为游书会指出 国民党曾经在这一带 办过活动 指的就是这一场 同海马尼护思埃 现任主席蒋启成 跟赵绍康 朱立伦 连胜文同台 5月8号就在内湖这附近 发康乃星欢庆母亲节 现场大批群众聚集 也让环保局紧急消毒 他有来消毒这边 那边的水沟还有公园这样子 他有到某这个市场 就是都是去买便当 就是骑摩托车去买便当 那买完便当就离开了 所以我们也有针对那个便当店 也有去跟他说明 指挥中心医疗没全公开 让地方上人心惶惶 只能逼着明代自己当侦探 毕竟国内疫情升温 谁都不想成为 防疫破口 TVB小话上面 林强台北采访报道 防疫出现了破口 也让指挥官陈时中 成为了舆论的众矢之地 大家把矛头指向的是当初双标 放宽了机组员的检疫 就是一个主因 更多的分析 我们交给记者陈运文 好 现在从这个是机制染疫 扩及到诺富特饭店群聚 而目前台湾的疫情已经升温到 是进到了社区感染的状况 就连这个隔魁都说 大家要收起心来了 好 就来看到是各界都很好奇 是为什么在短短的一个 蛮短时间之内呢 台湾从一个安全社区 开始出现蛮多 这不明源头的感染个案 居然看到是目前 有部分舆论指出 就是因为之前有放宽了 这个机组员的隔离 检疫天数 就是在四月十五号时 松绑国籍航空的机组员 检疫天数从五天变成三天 就是说只要居家隔离三天 然后裁检阴性之后 外加十一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那这可能因为天数太短 而出现了防疫的破口 那再来看到是进一步 就查发现会有这样的改变 就是因为民进党立委范云 他在四月一号这天 召开了这个协调会 而当时就有报道指出说 他疑似是有施压 来放宽这个机组员的 防疫检疫的天数 那么再来看到是范云是说 因为他当时知道 很多机组员是不断的 反复隔离之下 出现一些身心的健康问题 所以召开这个协调会 而当时四月份开这个协调会的时候 根本无法预知目前五月份的疫情状况 所以他强调自己 怎么可能会施压 今天开始防疫升级了 而其实上午的时候 陈时中就已经跟行政院长苏贞昌 在行政院进行讨论相关的一个方案 苏奎也公开的向国人喊话了 表示应该收心了 一句该收心了 也倒出蔡政府的忧心 因为本土案例激增 让苏贞昌急忙新增 形成赶赴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来开会 要不要升级防疫措施 开会前的苏院长没松口 不过会议上很直接 据了解早上的会议 以沙盘推演过 因为苏贞昌在例行的程会上 已得知有三例确诊 他也随即加入原定的华航防疫会议 讨论是否该提升防疫层级 会议结束后 更是立刻致电总统 而总统也在宣誓典礼前后 接获苏贞昌烧来的最新消息 服方强调 总统从10号晚间到11号上午 都有跟苏院长 陈指挥官密切联系 也只是相关单位 深圣应对性一波的疫情挑战 今天一早 华航的董事长和陈时中部长等 都在行政院来开会 我们也把 包括像桃源市长等等 大家都来行政院开第二波的会 我今天到这里来已经是第四波了 防疫升级服院极竹防火墙 不让过去一年的好成绩 功亏一篑 TVB的新闻李国正清晃柔台报道 这个时候不是怪罪的时候 说明市长异口同声 在疫情拉高到社区感染时 一致定调 现在不是跟陈时中吵架的时候 不像日前华航机师风暴把炮口对准中央 这次柯文哲秉持危急之下 先别开骂 现在不是检讨错误的时候 我们先把问题解决 要么一个礼拜后再来处理 侯友宜更不断挑战 尽管呼吁上下齐心 但这时侯友宜再跑要普筛 强调是出于善意建言 双美市长战时收兵 避免在疫情升温之际 炮火四射反而伤到自己 防疫双标是否会成为破口 过去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上头 就多次的被问到这个议题 当时陈时中曾经回答 改14天的检疫会让华航关门 现在就被质疑了 政策大转弯 华航诺夫特风暴烧了20天 陈时中才下重手 全面召回机组员14天检疫的做法 但回过头来看机组员缩短检疫 被各界认为双标造成最大破口 陈时中更曾三度坚决 不会让华航机组员检疫14天 或者停飞 如果大家说绝对安全 就变14天去了 那14天我们大概华航就关了 那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也是痛苦的 那不过因为我们看到他可能有多重的病毒 会这样子被侵犯到 华航事件从4月20号开始收 两名技艺师确诊4月26号变成10人 被问到是否考虑停飞 陈时中说如果一天增加十几人才会考虑其他措施 接着确诊数几乎每天都增加 5月4号确诊数已经达到了28人 更有多起的家庭群聚 陈时中还在记者会上展厅截铁的讲 居家检疫改14天会让华航关门 工会就曾要求要赶紧改政策 直到5月10号才公布短短6天政策大转弯 紧急宣布新的清零计划2.0 最高标严格处理有华航内情透露 指挥中心的防疫规范天天都在改 痛批降帅无能累死三军 让内部人力调配有很大困难 相较年初的不逃华航诺富特事件 从4月20号爆发20天来陆续发病 加上回溯裁剪 已经累积35人确诊 布桃群聚则是在44天内 最终21人确诊 其中有三期的家庭群聚 但华航事件还没落幕 这次对指挥中心来说 又是更严峻挑战 今天指挥中心已经宣布了 疫情警戒升级 不过台中的IQ用餐区 就被民众直击 90%的桌子都没有设置隔板 另外好事多的餐桌也没有撤除 一样是没有装上隔板 指挥中心宣布 我国疫情警戒来到第二级 知名美食卖场还没把餐桌撤掉 上头没有隔板 民众照常用餐 桌子会撤掉吗 不确定 不在这头 11号下午台中好事多 桌子还没撤掉 晚间夜主回应 将收走一半的餐桌椅 试吃活动也先暂停 镜头转到台中IKEA用餐区 放眼望去桌子几乎都没隔板 民众用餐讲话聊天面对面 那边比较密集 那边就比较密集 有顾客不担心 但有人还是选择隔板座位 同一层用餐区出现两种情形 业者解释 因为隔板是近期才刚装上去 台中新光三月12楼美食街 则是从疫情爆发 就把隔板装好装满 不只楼上有装 地下室小吃街也坚守 最后一道防线 两人坐吧台圆桌 通通隔起来 让顾客安心吃安心逛 但目前台中百货公司跟卖场 还没明定人数限制 也没强制实名制 只有门口的体温检测 TVBS新闻李晨佑 许又翔 台北台中创报道